目光再转向美国来看 图片中的这位女士 名字叫做蕾蕾 是美国罗格斯大学商学院的 200多位教授当中 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 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教授 前不久呢 她被任命为这所学校商学院的院长 将于2015年的1月1号上任 任期三年 蕾蕾1983年 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电子系 获得硕士学位 可以说从小到大 都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 因为成绩突出 她在一家银行的资助之下 来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1988年 博士还没有读完的 她就已经拿到了 罗格斯大学商学院的聘书 这不一干就是25年 在被任命为商学院院长之前 蕾蕾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罗格斯大学 供应链管理与市场科学系的系主任 直到今年的年初 商学院院长的选拔工作开始 她就决定 应该去尝试一下 据了解 对于院长人选的定夺 是要经过层层的把关 精心选拔的 蕾蕾可以说是 过五官斩六将 才走到了最后 不过您可能要问了 学院那么多 美国本土的教授 那么蕾蕾 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其实很简单 用业绩说话 据了解 这位从中国的大学 走出来的华裔教授 在当系主任的几年时间里 带领全系的教授 与一百多家大型企业 包括多家跨国企业 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且学生的实习安排成功率 已经连续七年达到百分之百 这个数据 对于很多商学院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0年 雷雷也因此获得了 全美年度教授奖的提名 对于一年